为推动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彰显社会对长者的尊重与关怀 永静香公所于今天举办重阳节敬老表扬活动 表彰了来自各村的长青楷模 敬老楷模 并特别表扬了婚姻超过70年的白金婚夫妻和60年的钻石婚夫妻 颁发奖牌肯定他们对家庭与社会的贡献 永静香长魏硕魏表示 重阳节是感恩与敬老的日子 期许透过庆祝重阳节表达对长者的尊重与祝福 愿每位长者都能在这一天感受到被珍惜与爱护的温暖 各位的贡献 我们今天特别在这边颁发我们的楷模 以及我们的钻石婚 还有白金婚 家属都到场 非常高兴 我希望我们用这个活动 这个颁奖活动来带动社会和谐 家庭气氛美满 敬老尊贤 在这里预祝我们所有的长辈们 重阳节快乐 我们合家圆满身体健康 我们今天的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 那个村长这次推荐我当选敬老凯模 他是说我在回来家乡已经七八年了 然后我就是致力于在庙宇去做对长辈 然后去尊敬他们 去他们什么需要去帮忙 然后自己从事园艺 然后跟着爸爸妈妈学习 然后学习过程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就想说把这东西回馈给乡亲 然后去帮助他们 让他们能够得到更舒适的环境这样 帮你连进老凯模 跟我们的重阳的长辈 大家老早 大家好 好 我是民党代表达了 养力非常 感谢我们的兄弟 跟我们的公众团队 万个真努力 我希望 我是说秦正在代表要插回来说一句 但我这么努力 是不是大家用声来感谢我们新土的公所团队 討論一下,感謝我們協助的團隊 今天我們最高興大家會來參加從洋進行活動 跟我們的金分賺十分的表揚 在這裡大家會很豐富一個從洋進行 我們說九九從洋,大家要幸福九九、健康九九 最重要的,我們愛的記憶就是無歡無樂 我們大家吃到一九九,大家幫我們好嗎? 對啦,就好我們每個英文會對身體的健康 我們祝福平安、祈樂,感謝大家 彰化人彰化是記者林明佑採訪報導